大家好,我是小公 这几天又有帽来捣蛋了 警察放了厂库的东西全都被它吃掉了 然后把我地面上搞的乱七八糟的 而且我的地毯上拿的全都是屎 太让我省气了 于是我又放了一个笼子 今天早上又把这只帽带下来了 我这个厂库闷是都带漏缝的 所以警察里边外面有严慎的动物 跑进来吃东西 自从一开始放笼子 带了有五六只帽了 无花把门的什么样的都有 今天又来了一只梨花帽 前几只有的都放掉了 还有有的被我带着饲养了 然后又被人家去领养受了 所以我这个厂库又没帽了 今天又带了一只 但是我不想养了 看这个帽太凶了 前面有两只稳顺的 一个小胖的帽 还有一个菊帽 都是被我的分屎来领养了 都是送人了 然后这一只呢 感觉太白凶 所以不可能给它留下来 留下来 你也留不住它 像这样嘛 我最生气了 你好好的喂它吃 它不吃 它非要偷偷摸摸的 晚上跑进来吃 你在它面前它就跑 你给它喂点事物它还不过来 它非要晚上跑到你这来 又拿食又偷东西 非要做个贼 所以我气不过了 给它逮回来了 你看看有多凶啊 你一力尽它就要抓你 感觉就一点点小 没有多大的帽啊 不行 我要给它点颜色 看看啊 我要拿给我们的猫球 下下它 看看我的猫球啊 不愧是猎犬 看到这些小猎物啊 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亢奋啊 感觉激发出了它的野性啊 你看它气的呀 恨不得要把这个笼子咬断啊 要把这个猫给它抓起来吃掉啊 我就纳闷了 这个狗它对一个小小的老鼠 特别的害怕啊 都不敢动 它对这个猫 你又有很大的兴趣啊 一点都不怕 不知道它是什么个形态啊 是不是老鼠长得太惯人了 所以都不敢 我也是的 我小猫我敢碰 然后老鼠呢 我确实不敢碰 老鼠长得太琐碎了吧 看看我们家的猫球啊 使出浑腎蟹树啊 就想把这个猫给它搞出来啊 我今天就让这个猫害怕害怕 以后不让它再跑进来了啊 我以前看过这个猫的 我给它东西 它根本都不吃 在你面前它根本都不去吃 然后你晚上念 它就偷偷摸摸的进来了 然后往这里面 拔的乱七八糟 帮我狗粮那些袋子 全部都给它搞出来了 然后石都拉到我地毯上面 特别的糟大了 你看 好了 我给它放掉吧 反正我们这只条狗是逮不到小猫的 因为这个小猫速度太快了 狗还没反应过来了 就跑掉了 看看 哎呀 哟 转到这里面去了啊 看看这狗怎么搞啊 肯定要给它掀饭的啊 你看多厉害 给它搞开了啊 小猫在家啊 跑掉了啊 没带住 气的跑到我身边了 气死了了 没带到小猫啊 这个小猫反应太快了 这个狗绝对没有小猫的反应快 所以这个狗根本都逮不到小猫 虽然你的烈性很强 但是你的敏捷度 远远抵于小猫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